岁月流转 季节更迭 转眼间一年365天过去了 我们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也将告一段落 回顾这些曾在军旅的人们 有执政未民的风云人物 有搏击伤害的企业家 有得益双心的艺术家 有舍身忘死的公安干警 有救死扶伤的姓林奇人 也有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 50个传奇人物 50盏智慧明灯 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感动 他们的穿业经历让我们感悟 路在脚下没有人能决定方向 你的命运在于自己如何创造 开始 把你看成一名江湖郎中的伤心 你能适应这种最大的反差吗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慨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采访这些主人公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们出到地方都曾经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万事开头难吗 给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从他们讲述的语言当中 我能深深的体会到 选择转业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抉择 1994年正月出发 30岁的朱军带着家中的全部积蓄 2000元钱之身来到北京 和所有寻梦的人一样 成了北漂一族 到了北京之后找谁谁不在 找杨兰杨兰不在 在传达市苦苦等了三天 还是没有联系上任何人 正当朱军倍感失望时 他见到了曾建议他出来发展的杨兰 那天我一出这个中央电视台 就一听人叫我 我一回头看朱军拎了俩包 特别风尘仆仆的站在边上 然后我说住哪啊 他说这不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吗 你看住哪 哪合适啊 我就觉得那燕京饭店挺近的 我说那儿挺好的 我就傻乎乎的拎着我那箱子 就去了燕京饭店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标准间一天多少钱啊 320 我说住几天呢 我说对不起 我帮别人问他 拎着箱子就往外走 我就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后边盯着我看 丑极了 我就觉得真丢人 和朱军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许多副转军人 他们在部队时都有自己的遗迹之长 本以为到了地方就能大显身手 大有作为 但创业之初却十分艰难 我当时感觉到对我人生来说 那是个大起大落呀 潮起潮落 我在部队不忘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作家了 最起码到地方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自己开了一个个体诊所 我一看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都是都带有一些怀疑啊 或者不是不什么新人的那种眼光 部队的稳定中不连了 对吧 这边还确实在 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要考虑明天的早餐再玩 毕竟曾在军旅 毕竟曾为军人 所以创业的艰辛生存的危机 并不能平息埋藏在他们心底的那一片 开辟第二战场的豪情 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后患生 就想要压在那农村了 因为想做一件事啊 尤其成就一件大事 不下点决心 没有坚强毅力 肯定是做不成的 克服成交才有可能成功 当时我是不管什么 我我真是说了 我开出租车 我扫地 我相信我都会比别人做的好 这是我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无所谓 能够这个做什么 只要给我 给我一个发展机会 我就得去做 我扫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谣言的回忆 轻轻呼呼已渡过半生 今夜重游走进风雨 时落海 梦就在里 天体之间还有真爱 人们之所以做着艰难的抉择 是因为总会衡量得与失的重量 有的人会沉浸于失去的痛苦中 而有的人却总能快乐地拥有 要知道当你紧握沙力的时候 从指缝间漏掉的一定会比剩下的更多 向前看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开始 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当时怎么就哭成那样 您是要背水一战吗 采访这些人物总觉得军人的那种血脉 一直在他们身上延续 我觉得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定好了目标就坚持着一直走下去 作为副转军人 他们共同的品质就是在困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坚韧 转业后 毕福建顺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毕业没能进城巴音厂 他分过于各个剧组 探过摄像 打过零工 1995年初 听说中国北极科考队需要一名电视记者 他便报了名 当最后呢 签那个协议书的时候 心里有点疼苦 比如说他说 荣誉不幸 遗体就地掩埋 1995年4月 毕福建正式踏上了生死未博的北极科考之旅 一次 科考队无意中闯入了危险的剪切带 生死难料 而与大本营失去联系 更让他们的处境学上加霜 幸运的是 经过两天出生入死的突围 科考队才终于在5月1日突现 这个时间我知道 这个北京啊 已经是春暖花开了 温度大约也能有一个20度左右 但是在这个北极点呢 这个地儿就冰天雪地 特别的冷 有的时候我也不再想干了 我想回去了 但是这有一批科学家在 我得随着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因味道伤心处 但对于更多曾在军里的人们来说 即使再伤心 即使再艰难 他们也会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 但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唯一选择的就只有坚强 认识我的一个人告诉我 观众这么议论你的 说仁义来了一个漂亮小伙 还挺精神 戏不打地 我上台一练 真不行 气死我了 那些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的这些农民工 包括这些摆摊 它都能够生存 我们凭什么 凭什么不行 我记得我们开始有个产品 正式销售的时候 第一个月一袋没有卖出去 第二个月开始征售 征售也不要 叶传林在部队是一名诸官 转运后凭借掌握的技术 开了一家饲料科技公司 但由于对市场缺乏了解 当饲料投入市场时 养猪户根本不敢使用 于是 叶传林不辞辛劳 急早贪黑地向周边养猪户 推销饲料 三个月后 一些养殖户 适用后 效果明显 才开始订购 它的平衡蛋白饲料 然而就在他准备把饲料 推向更大的市场时 他亲自招来的销售经理 却在背后给了他一刀 抢住了该饲料的商标 一夜之间 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公司 一下子就与自己没了关系 同时 由于商标被人注册 叶传林也就成了 倒卖假饲料的不法商贩 经销商要求退货 要罚款 要打官司 他们在那儿鼓噪的 就是这个事 但是比较混乱 不熟悉的经销商 觉得我是个骗子 问自己到底能坚持多久 坚持总会有唯一的理由 人们往往往用坚强果感来形容军人 似乎他们是不懂情感的人 其实这些钢铁一样的汉子 却是峡谷柔长 心中激荡着火热的情 但责任使然 毕竟忠孝男两全 他们只能把亲情 爱情和友情 深深的埋在心底 不是弹网 而是扎根 开始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说走就走了 你能接受得了吗 站在台上 你怎么掩饰内心的悲伤 你能接受得了 朱杰伦的演唱风筝 在采访过程中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他们都饱含着真挚的感情 其实不管经历辉煌 还是身处人身的低谷 他们都为生活充满了热情 他们之所以能在上海中 立于不败之地 靠的就是一股创业的激情 上世纪90年代 受多元文化的冲击 话剧市场日渐萧条 山西省话剧院处境艰难 2000年 在剧院发展遭遇寒冬之时 49岁的贾茂盛 临危守命 要从我个人的角度 个人的利益出发 真的不想来 但是最后明确表态 作为一个老党员 那最后做了决定 我服从 我觉得这就是军人的作风 有了困难不怕 我们要努力克服它 一次偶然的机会 贾茂盛拿到了 旨在弘扬 晋商精神的话剧剧本 与是他三顾茅庐 邀请我国著名导演 陈勇指导该剧 然而 就在话剧排练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的山西 应该成为 2004年4月18日 在立秋座谈会上 陈勇突然晕厥 突然一事 就这样一个活蹦弯跳的 打倒去 走吧 事后事情就可想了 知道 我的压力有多么多么的大 请不吝点赞 最好 2004年4月27日 两代导演 用生命接力完成的 话剧《立秋如期》上演 用生命实践秘书的 还有王萍九 作为北京奥运会 文化活动署处长 他参与了几乎 所有大型文化活动 而让他记忆最深的是 中国故事 我觉得最后那一个环节 文化活动署处长 要上台跟大家再见的时候 出了一个意外 我和你心联系 我和你心联系 同处地悄悄 为梦想见你心 相会最悲惊 很多人说我是英雄 其实呢 非常六加一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是一些普通人 做一些不普通的事情 部队转移的人都了不起 我觉得廖里面就是一个 为我们国家 现代医学的发展 为现代康复医学的发展 作为一个人才 在继续地继承着 伏绝的光明 他展望就成为今天的徐北东 这里面除了天分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要比别人 要少睡觉 少休息 少玩 去积累丰富自己 当人民需要的时候 他仍然呢 以一个军人的姿态 展现在光达人民出的面前 因为曾在军旅 因为穿过军装 因为曾经是履行 特殊使命的军人 所以肩头才多了一种责任感 就是离开军营 即使脱下军装 这种责任感 也一定会坚守下去 永远延续下去 开始 您就不怕别人说 这里有作息了先 在危险面前 您怎么会如此淡定 金小金在搏斗的时候 你们在哪 有没有想过放弃 不干这个信访工作了 都说部队是一所大熔炉 通过采访 我深深的感受到 从军营里走出来的人 就是不一样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这句歌词 可能过去我理解的 并不是那么深刻 但是现在我懂了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 他们仍然以一个军人的标准 在要求自己 我曾经是一个兵 我就要担当起 这份责任 2003年 河北危险一位检察官 收到了一份不寻常的礼物 一枚制作精良的炸弹 危险警方无法拆除 便专程到郑州 找到王百姓 在看了X光片后 王百姓也有些忐忑不安 如此复杂的炸弹 他也没有遇到过 你每切一刀都一定危险 这时候河北省国安庭都提出来 不派了 小灰 可最后一看到那个当事人 两只眼睛咽啪啪啪了忘不过你 一旦你提出来说小灰 炸掉 这时候不留下证据 跑不了啊 这个当事人可能一辈子 生活的阴影当中 一个多小时后 一个长方形的小口被切开 王百姓慢慢的 把炸弹里的黑火药全部倒空 危险终于排除 哎呀可算完了 我记得很清楚 好多军人的都举力 警力啊 好多老外的父母力 哎呀 如果是我在看到 什么叫拽务方的 这才叫拽务方的 至今 王百姓亲手排除的各类炸弹 达一万五千多枚 这就意味着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万五千多次 不就扛炸药包 不就死吗 我是当病的最不怕死 说这番话的 是天智力集团董事长 严锡君 1997年 国家科委提出 开发符合国际市场需要的 现代中药 争取进入国际市场 这是一场攻坚战 没有多少胜券 但严锡君 却主动要扛这个炸药包 跑了一路 每个城市都摆地炭 也没卖出去 我们才知道 这个中药国际化 那么遥远 那么 那么不可 不可能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是一种倔强的性格 也是一份责任使战 经过15年打拼 天智力 由一家小企业 发展到总资产 85亿的上市公司 联系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创造奇迹的 还有双星集团总裁汪海 1992年 双星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产品推介会 一位美国记者误以为双星只生产运动鞋 而看到汪海穿的是一双皮鞋时 便想出这位中国制鞋企业家的丑 他说请问你脚上穿的是什么鞋 他其实是在这一百五十个人里头 是想丢我的人 你说所谓中国的鞋王 你中国怎么怎么的 做鞋的 怎么大鞋匠 那么你穿的什么鞋 我说我脚上穿的是双星 是大不是大 你们肯定不相信 我不敢脱 说明了不是双星 所以在这儿说 我这儿说 对不起大家 我必须要脱下来 希望你们两天 这是我就脱下来了 脱了以后 我就我要看 这是不是大不是大 路上的心声 你融进我的眼睛 心里的空气 你化作我的心底 在路上 用我适应的哭声 在路上 只会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 是我向您的远行 在路上 在路上 只会伴着我的人 温暖我的人 温暖我的人 怒在脚下 没有人能决定方向 你的命运 在于自己如何创造 52集优秀 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 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这里记录着副转军人 面临抉择时的彷徨 也书写着他们艰难创业的执着 每一回遭遇困难 他们的耳边都会响起冲锋的号角 每一次面对挑战 他们就会坚定心中不变的信念 他们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 因为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他们仍旧在路上前行 副转军人已经不是一个称谓 一个概念 而是一种精神 一种象征 以色列空军的发展 与中国空军有着惊人的相似 两国年轻的英群 曾在不同的战场上空 创造相同的奇迹和神话 半个多世纪后 当我们回望长空 却发现 以色列空军 留下太多的绝唱 空军上校待续 周末开讲 敬见 以色列空军